女婴只夜喝下一口水 丈夫却露出恶魔的本性 她一把狠狠地掐住妻子的脖子 大声地怒指道 不让你吃饭你竟然敢喝水 就在妻子就要昏厥窒息时 丈夫才放下恶魔之手 妻子大声喘息着 没等妻子缓过神 又一把扯了过去 告诫妻子 如果不想死就乖乖听话 算完转头却看见了空调的排风口 此刻她心中有了个邪恶的想法 只见她走到空调开关处 把温度调到了最低 甚至又把棚顶的风扇打开 这都不算完 妻儿竟然把瓶中的水 尽数地倒在妻娜的头上 警告妻娜不许动房间里任何东西 否则就打断她的腿 全身湿透的妻娜 蜷缩着身体 害怕得不板拖延 不久后妻娜动得瑟瑟发抖 起身钢萨那被子 却回想紧妻儿的警告 赶紧恢复原样 就在这时 她看见了一丝希望 妻娜想凭借微弱的灯光 为自己取暖 可没等她谎播神 坐在桌子上 米尔上前扯住迪拉 将她向外拖去 狠狠地把迪拉推出门外 撞在镜子上 撞几里让迪拉头部受伤 不顾伤口腾动的她 苦苦哀求米尔原谅自己 可走廊的尽头 一个男人注视着一切 当她缓魂走近时 迪拉下意识地开始躲闪 可男人看出她的背影 总感觉似曾相识 就在这时 受不了迪拉的呼救声 米尔开门 再一次对她动了粗 男人听见外面的吵闹声 开门查看 跑出门外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迪拉疯狂地在马路上奔跑着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 恰巧此时 颜面一辆卡车急速时来 迪拉已经下得动弹不得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见状冲了过来 抱起迪拉滚到一边 才逃过此街 死里逃生的二人 此刻竟然抱在一起 大雨中迪拉又累地推开男人 这个男人还在心疹迪拉的遭遇 渐渐地凝视着她 而另一边 男人的妻子正在拨打丈夫的电话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把女人吓坏了 殊不知此刻的丈夫 刚刚救下一个女人 而妻子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女人正是自己 撕散多年的闺蜜 回到酒店后 迪拉看着受伤的迪拉 在回想起走廊的一幕 很确定迪拉一定遭受不平等待遇 她暗设可以选择报警 而迪拉却急忙否认 骑身便走 迪拉出于好心 把自己的名片递给迪拉 并表示有困难可以联系自己 就当迪拉准备要结实 米尔的出现 面下的迪拉露出惊恐的表情 回到房间后 米尔直接把迪拉关到了阳台 转天 回到家中的迪拉 发现自己有些不对 拿出燕印棒 一试才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先是喜极而戏 后是紧张慢分 严重怀疑这个消息是好是坏 当丈夫回来时 看见眼前的迪拉受性大发 直接把迪拉扔到了床上 可有怨再生的她 为了腹中的孩子 竟然第一次推开丈夫 竟然第一次推开